这个画风复古 玩起来却很上头的游戏 它手机版的超级武器均匀是啥呢 我今天终于合成了其中一个 初始角色中的第四个刀割 刀割的技术属性是给所有的武器都加一个 只有很强 其他角色都是每升级才提升属性 我现在就想前期可以发育的快点 所以必玩刀割 咱让开局三把刀 这鞭子还是很好使的 可以近距离范围伤害 保护自己的同时还能大面积杀人小怪 咱们刚用就是两个鞭子就很爽 还有上级视频 铁阙门连员说大蒜前期很给力 别说啊 有大蒜的光纤在发育的贼快了 然后上回提到可以冻结小兵的武器 就是这第二个钟表小枪啊 这三个武器我全都要啊 值得看广告了 和兵跟相当于轰炸机啊 会对圆圈里的东西进行轰炸 这回升级很快啊 打到五分钟 被第一波十人花圈包围的时候 咱们压力就轻了很多 第一波这花圈会消失了 但十分钟之后的第二波花圈 只能想办法突围了 这大边部真的打不动啊 不过大家也能看出了 钟表小线的冰冻能力的吧 很强 一动又一大包敌人 打老怪的时候 用它来拉扯就感觉很不错啊 而且我选择的最主要原因是 可以来冰冻十人花啊 从而逃出去 十一冰冻时候吸血鬼大军啊 他们用着拿着刀子来嘎我腰子 不过这回咱们不慌了 打他们真解压啊 一看就是一大片 太爽了 虽然还是有点压迫感啊 其实在玩的时候 我一直想用八级的鞭子和空心 合成细血鞭的 但是很无奈啊 这合成海人要看运气啊 这把就用八级的飞刀 合成呼啊 然后开箱啊 就合成飞刀的超级武器 这超五没有延迟 简直就是移动的加特林啊 看这把有希望见到最后死神啊 十三分钟时回来幼灵大军 上回就是在这儿的一格屁了 这回就轻松的挺了过来 但大蝙蝠成群来 依然让我很头疼啊 不过这十五分钟的时候 第三包划圈啊 这回是直接用刀子 杀手一条雪鹿啊 就用给力 鱼背刀这超级武器的发射方向 是要手动控制 我感觉不是太方便 在雪上滴的时候 我一直朝右软角来突围 但一不小心去撞到狼人脑袋啊 遗憾的败北啊 不过还有惊喜啊 我解锁了一个新的英雄 还有新的关卡 镶嵌图乓 下回咱们接着来战斗啊 希望能合成新的超级武器